你以为这就是羽花石吗 这是南京各大景区摊贩经常卖的那种羽花石 一般是十块钱一把 一帮游客跟那挑 其实这些是北方一些马脑矿里开采出来的碎马脑 对无良商贩打磨一下 染点颜色运到南京 欺骗游客 上回我去北京的一个洗浴中心 那火龙玉墙上嵌了一堆小石头子 一细看就是这些染色小马脑 估计都一个地儿发的祸 还有用这些马达加斯加马脑冒充南京羽花石的 这些不是染色了 但是颜色花纹都明显不对 有经验的话一眼可以分辨出来 那么真正的南京羽花石 早年间在羽花台还能捡着 但是现在主要产在南京陆河和扬州宜征那些地方 那以前是古河道积累了好多卵石 工人挖沙的时候 从里边挑选出漂亮的石头 这就是羽花石 我在南京待过四年 所以比较了解羽花石 也收了好多 这是其中一盘 以马脑为主 给大家展示一些 看这些色就是它天然的色 跟染出来的妾色完全不一样 我收的都是原石 就是没有打磨过的 这种石头必须泡在水里看 不然花纹出不来 你看这块石头放在水里之后 细纹马上出来了 就像黄河一样 我给它起名盘窝古转 出自李白的诗 黄河万里出山洞 盘窝古转秦地雷 不过这块不是马脑 这一块这种点点的红 还要旁边那一溜白的像瀑布 一下就让我想起李可染的画了 所以我起名叫李可染画一 这块特别像一个高市 拿着一个小酒杯 是我很喜欢的一块 雨花石的图案如果能像个什么东西 那是最好的 比如这块我叫唐心荷包蛋 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这块简直太像一个军舰了 我把它取名为壮尘吉野 给石头起名也是玩雨花石的一大乐趣 这一块叫盐水鸭头 不过有的朋友看不出鸭头 倒觉得底下有个米老鼠头 这块叫摩西分海 上面那个是穿着长袍的摩西 下面是海正在分开 这是黄果树瀑布 这块叫月韵 因为很像这种大气现象 这块乍一看也没什么 但是一放水里边 黄色的那部分很像屈原在看天 而且黄色和红色搭配 里边还有黑色 这也是楚国那些文物的经典配色 所以我把它起名叫天问 很多雨花石都有这样的图像 就好像从一个山洞里往外看出一片海 但是这一颗上面还有一个红太阳 还比较少见 蝉丝马脑在雨花石里也很常见 雨花石里叫斯文石 如果是很好看的丝 就叫美斯文 这类我也收了一些 比如这块起名叫卡布奇诺 有点像拉花 还有泡沫 但是要搁我微博粉丝呢 他们就叫这个咖啡千层 他们对我雨花石的命名 全是咖啡千层 芒果千层 草莓千层 这颗我起名叫井底之蛙 就好像一个洞里边的 瞪大眼睛叫的青蛙 一个手还拖着塞 这也是雨花石里的一大品类 灰木化石 灰木是二叠际的一种高大的树爵 这个是树干周围的那些不定根 形成的化石 一个不定根中间有一个中柱 就像一个嘴 外边那半圈呢 像一个脑袋 我就叫它鬼门关开 就好像是牧连僧打开鬼门关之后 逃出来的十万六千个恶鬼 张着嘴 嗷嗷带步 不过我的微博粉丝说像这个图 这类叫绿草花 是我最喜欢的一类雨花石的类型 如果图案好的话是特别精彩 能出一些植物风景类的花纹 这个就是湖畔的一些植物的一个景色 更多的绿草花其实是这种品相的 这块起名叫蓝 蓝就是山间的云雾嘛 我倒是觉得一般 但是一放在微博上 大伙全特喜欢这块 说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块 还好多人问我说怎么买 但是我还没卖 找机会吧 给它处理了 我最喜欢的草花是这样的 红草花绿草花都汇聚在这个石头里边 而且色彩搭配特别好 什么叫雨花石 这就叫雨花石 这块也特别好 有时候你就纳闷 它这个自然生成的颜色搭配构图 怎么就这么完美 这块近处是层层叠叠的山路 山虫水附的 远处是一些远山 山路间还开着红色的山花 再看一些其他风格的 这啸天犬不用我多解释了 本来想叫大黄 后来觉得没意思 这块就特像茫茫荒野里 一个穿红袍的人正在走路 头顶还有佛光 所以我叫他达摩东来 这块我本来叫卢伟荡 后来微博上那个美食家大雄啊 给我起了个新名字 我就用了他的了 这块我刚看的时候不是这个角度 所以觉得没什么 结果呢 转了几圈之后发现 这么看特别像人鱼 鱼尾巴长头发连脸都有 所以挑雨花石的时候 一定要翻来覆去各个角度都看一遍 能让它成为精品的 就是那一个角度 这块也是一个粗石 粗石就是说不是玛瑙 玛瑙就属于细石 粗石也可以很带感 像这个就像那个城墙或者长城 配上黄色的底 就像在沙漠里一样 这个中间红色的部分 就像一艘渔船 前面那个小红色 就像它放出了的炉瓷 这样想的话 周围的白色 本来是缺点 但是现在就有意义了 就变成水了 这个是像一个妈妈 盘着腿坐着 抱着一个孩子 也不错 像这种类型的花纹 一般是把它反过来看 就像一个瓶子一样 一般会起个什么玉湖春之类的名字 我看这瓶口有点像一个水滴 就把它倒过来命名了 雨花石里边像月亮 像太阳的也是一大类 尤其要找到像月延的 那非常棒 块就好在 左边那个月延不但很好 右边它黑的那块 月球黑的那半球 它也有 这块是一个透版的红草花 就是透明度特别高的红草花 能透到这个程度 可是看它里边这草花 有点像那个唐桂花 所以就叫它桂花洞 这块是抖音网友最喜欢的一块 他们看完这期视频都说 我就看中那个圆莹了 这块是挺有意思 你看它旁边的那些条纹 跟颜色就很像人的体内 然后中间出这么一小孩 其实有点像胚胎 但是叫圆莹不是更有感觉吗 这块我为什么叫诺日朗瀑布呢 首先瀑布大家能看出来 而且它上边也是有点绿色的 就像诺日朗瀑布一样 上面是长了一层植物的 这种纹路在羽花石里就比较少见了 尤其是它你看它还有那种 从地上发射出一个轨迹 然后在上面炸开 那不就是烟花吗 你看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得 这个也算是珠子石 就是带圆圈的 曾经跟卖羽花石头说 说您给我找点珠子石 他说现在这可不好找了 能有一个很棒很大的珠子 这就可能非常贵 几千块钱 一万块钱一颗的都有 所以就得逃 这就趁那个卖石头的 还没发现它的美的时候 你先发现这颗就便宜 好像才二三十块钱 你看这大珠子还有小珠子 都跟珍珠的质感一样 周围还有那种海底的 礁石洞的感觉 那就沧海遗珠吧 这颗也是特别神的一块 但我是横着看的 觉得那个东西 有点像一个人的轮廓 但是又没脑袋 结果把它转过来一看 这不就是一个眼睛吗 而且是那种藏传佛教的 尼泊尔式的那种眼睛 反正我喜欢羽花石 就是因为它跟一般的观赏石 套路不一样 跟人的关系特别大 不一样的人看同一块石头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如果爱看这些玩意儿 我下回再晒一些我的羽花石